11月25号呢 宋慧乔同样是来到上海宣传电影《太平伦》 并且在此期间接受了我们的独家专访 嗯 出道至今呢 宋慧乔几乎是把所有的男神都合作了一遍 而如今33岁的他呢 却依然是魅力不解 要知道他究竟如何能够施展自己的魅力 又有多大的魅力呢 马上为你揭晓 由于电影当中 宋慧乔的台词都是用中文讲的 因此在此番太平伦的上海发布会现场 主持人自然想考考乔美的中文水平 没想到这个时候 紧张的宋慧乔害羞地红了脸 今天跟舞导演来到上海 非常好开心 既然在大家面前都讲了 那接受采访不妨也说中文吧 我们记者精心准备了四张写有中文字的纸 分别是和他在片中有对手系的黄晓明名字 宋慧乔自己的名字 以及两部在中国引发热潮的电视剧名字 没想到 黄晓明 宋慧乔自己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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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朗浪漫丸 还有点婴儿肥的宋慧乔走入观众视线 而此后无论是浪漫满屋 欧应 他们的世界 还是最新的韩剧 那年冬天风在吹 从Ring到李炳县 到玄冰 再到赵银城 宋慧乔每合作一位男演员 几乎都会有绯闻产生 其中李炳县和玄冰 更是曾经公开承认过 和宋慧乔的恋情 演技 所以很多人 说很多男人 男人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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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说起这些合作对象 甚至前任对象 宋慧乔已经很是淡定 反倒是说起 此次在太平伦当中 合作的黄晓明 教授的乔妹 也难得极尽一美之词 据宋慧乔透露 黄晓明十分贴心 因为他总是在片场 带给他最喜欢吃的水果 因此借着我们镜头 乔妹也不必会的和黄晓明 隔空喊话 不知道听为这话 Angelo Baby 有没有压力山大呢 要知道在发布会现场 拥有一张天然脸蛋 以及完美身材的宋慧乔 可是魅力十足 因为当有女记者 向他提问的时候 愣是紧张地把宋小姐 说成了宋先生 成为现场一大巨神 宋慧乔先生和黄晓 不好意思 宋慧乔小姐和黄晓明 抱歉